今天是2月15日,星期二,今天教会来的读经是亚国白书的第一章12至18节 大概的意思就是能够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而且主题的结论就是天主不会有或人 福音就是马尔谷福音的第8章14至21节,这里就是说到耶稣和法利赛人 有一些辩论之后,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在船上,不过忘记了门徒很急忙,忘记了大病 耶稣有点不太高兴,觉得他们心太迟钝,提醒他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和黑洛当人的酵母 我今天在祈祷的时间,在这两篇读经的时间,特别是被耶稣这句提醒的说话所吸引 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和黑洛当人的酵母 耶稣说的说话,而且耶稣说的很严谨,用语有关怀和认真地提醒门徒,语重心长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特别就默想一下,究竟耶稣说这个酵母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的门徒只顾着没有饼吃,那也是的,日用粮嘛,整个船人在船上剁一个饼,怎么解决呢? 正如我们现在每天都担心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先活食品,现在我们新冠疫情,我们都会担心 我们担心感受到疫情的威胁,有没有打针,日常生活上的很必须的事情,我们都会担心 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这些都需要担心,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提防法利赛人和克罗德王的酵母 所以我想就是,我沉见一下,究竟耶稣说这个酵母是什么意思呢? 我体会到法利赛人的酵母就是为他们,他们都跟随天主,对天主都叫随有信德,是不是? 他们的酵母,不过他们是虚伪,口讲一套,心不是这样想的,行为都做不到,所以他们的信德是空的 而且他们很僵化,守着规矩,真正没有一种爱德的行为,不关心其他人 将其他人不能够承担的规矩,加诸其他人,没有了一种爱德 其实没有了爱德,一切都是空的,而且信德也是虚假的 这份虚伪就是酵母,表面上好像很好 克罗德王的酵母是什么呢? 克罗德王就是重权利,私欲偏情,好大喜功,金钱,权利,令辱分心 这些似乎就是克罗德王的酵母 对照我们的景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很相似克罗德王的那种景况 时常我们都感受到一种物浴的吸引,物族的一种人游 所以这些资本主义的世界,所有的物质的享受 所有的方便,或者是想不劳而获而得到好处 这些可能就是酵母 法利畅人的酵母,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不知不觉 跌落了这个陷阱,就是虚假,虚偽 我想到这里,我们最容易犯的过错,或者未必是我们 现在的现代人,好像市场提醒我们 现在是自由主义泛滥,极端,刁弃的文化,我们破坏地球 所以这些我们都不自觉的,所以这些酵母 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酵母呢? 我们都似乎很不经意地破坏环境,为了自己的人的享受,人的方便 我们没有理到大地,破坏了大地,用了很多资源,所以 所以现在利后的暖化,很多的疫症,这些都是 或者是一些苦果,我们需要承担 现在太多人觉得自己是对的,不少人觉得同性戀是正常的,觉得离婚也是正常的,觉得自由是很正常的,可以有无限的 有很多人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不去打针,不去跟随众人的一种大众安全的利益 去做检疫安排好,打针好,这些都是很极端自由泛滥的一种人幼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现代人的酵母 这些酵母我们都很不自觉地跌下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人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就是正正是法利赛人当时的那种情境一样,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对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以天主的代言人自居,觉得耶稣是在破坏了他们的规矩 这些人都很强,令到那些人是跟随了他,妖言或众 不过,其实这个正正是耶稣所提出来的,这些就是法利赛人的酵母 这份虚异,这份离开天主的道路,没有了一份爱德,正正就是天主透过耶稣啟示给我们听 最后我们是要能够做到耶稣说的,真福八端,内心那份有份心灵的自由,可以愿意为他人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性命 耶稣做得到,他提示给我们,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犧牲,这份祭献为我们大众成为一种属家 所以耶稣今天提醒我们这份酵母,正正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反省的地方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的祈祷就让我们祈求主持给我们一个明亮的眼睛 耶稣说,有意的听吧,有眼的看吧,让我们真的能够同色到世间一切的一种陷阱,一种诱惑 连自己内心的这些酵母都能够看到,首先能够发现得到,然后我们求主去除这些内心的一种毒素,一种引诱 没有了这些酵母,我们自然之间可以慢慢靠近耶稣,靠近天主 尤其是求一份恩典,不要小看这些内心的一些誘惑 因为这些是酵母,可以由小变成很大 所以就求主赏赐这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跨过这些这样的,我们自己都看不到的一份陷阱,一种誘惑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主有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